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就是美国怎么样来看这场战争 我说其实现在全世界最关注俄乌战争的 除了俄罗斯 除了乌克兰 德国 它完成了这场战争 会决定德国国力的胜跟衰之外 中国 中南海 美国 白宫都非常关注 因为对他们来讲 都是未来他们想象中的一个在太平洋的战略 或是台海战争里头他们要思考的方向 而美国目前为止 第一个你会发现在外交经营的部分 鹰派的言论越来越强 前一阵子鹰派的言论比较弱 鸽派的言论比较强 就是希望和谈 可是现在鹰派的言论越来越强 不论是美国的外交期刊 还是美国的外交事务期刊 他的观点都是认为 乌克兰需要远程火力才能取胜 也就是让美国提供更强的远程火力 这是拜登不愿意的 因为拜登不愿意卷入这场战争 不愿意俄罗斯因此跟美国之间 有任何军事最终的一个冲突 可是Foreign Policy却主张 乌克兰需要远程的火力才能取胜 基辅的盟友当然指的是美国 应该赋予他改变战略装备的能力 那么这个是Foreign Policy的主张 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期刊的主张是 夺取克里米亚 就叫乌克兰不止打现在这个地方 还去打2014年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 他说乌克兰可以而且解放这个地区 那Foreign Affairs这个主张 我认为非常鹰派 理由是因为克里米亚大多数都是恶语系的 所以叫乌克兰的军队去打这个地方 那是一个很强烈的殊死之战 可是某个程度Foreign Affairs主张说 你可以就直接去打克里米亚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外交精英的部分 其实越来越鹰派 而美国的整个政治圈里头的精英 这在美国里头都是对于整个外交政策有影响的 政治圈子里头的精英以共和党为主 他们认为应该对俄罗斯的牵制虽然很重要 可是对乌克兰的支持某个程度要有一个限度 这是共和党 民主党认为还是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 而美国对支持乌克兰的行动 民众感到疲倦 但是并未放弃乌克兰 所以这里头就差不多50% 民众本身是两个态度都有 这个是整体的一般的民众 那我刚刚谈到的共和党跟民主党也因此不同 可是在外交精英决策 美国很多其实重大的外交 还是精英里头做决定的 国会的影响力并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大 那么这些精英里头现在都是鹰派的理论 比起去年2022年下半年的时候 言论都来得更加的激进 更加的鹰派 不止俄罗斯方面的专家如此判断 乌克兰总统泽罗斯基开战前 也曾淡化俄罗斯入侵的可能性 但美国总统拜登开战前 派出国务院代表短暂接触俄方 就曾警告乌克兰 俄罗斯可能入侵 2022年僵硬的动土化为春宁之际 2月24号 俄军坦克前进乌克兰首都基辅 一场改变21世纪的战争开始了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证明 几乎所有假设都是错误的 几乎每场战役都令人诧异 熟知普丁的专家认为 普丁足够理性 不会采取如此 有用无谋的行动 资深军事专家评估 军力悬殊的俄乌 认为俄军能轻松取胜 情报技术都更胜一筹的莫斯科 短时间内就能攻克基辅 如今战争打了超过310天 西方盟友面对的依旧是已知的未知 西方兵胜克劳赛维茨 曾经写道 战争中截取的资讯 部分是相互冲突 更多的是没有误 最多的是不确定性 西方专家能做的是 追溯这场战争的轨迹 检视每一个选择的影响 是否正如普丁所说的 这场无法避免的悲剧 82-year-old Thaisa says her son Roman was shot in the back by Russian soldiers and died in her arms 这场毫无必要的战争 俄军攻击越猛烈 反而越激发他们的士气 越挫越勇的乌军逆转战局 2022年9月 俄军撤离东北部大城哈尔科夫 10月普丁引以为傲的克里米亚大桥 遇袭损 11月乌军收复 被占领近9个月的赫尔松市 接连败退的俄军发动报复攻击 10月开始大举破坏乌克兰各地水电设施 一来靠寒冬打击敌方士气 迫使更多平民逃离 二来拖延乌军反攻 分散乌军战力 俄军同时得以重新整装攻击 西方盟友的支援 依旧是左右战情的关键之一 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指出 2023年初始 乌军使用美国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 攻击顿内茨克州马克耶夫卡斯的俄军营 俄方证实这是海战以来 造成最多俄军伤亡的单一攻击 但西方盟友令人意外的环节 能维持到核实 也依旧充满问号 虽然北约组织因为这场战争 重申又扩原 但北约成员国摆明 不会直接参战 纵使他们几乎这是对西方 民主价值的攻击 I think President Putin has given NATO a new lease of life you know after the era of expeditionary warfare some people in the alliance were wondering whether it's still relevant we've been warning our western allies all along that Russia's state ideology Russia's security services and Russia's exercises point to a new imperialism and unfortunately we've been vindicated it took they're asking after 11 months of this war why have the Russian military not learned the lessons why have they continued to underestimate Ukrainian intelligence and reconnaissance capabilities the ability of the Ukrainians to direct artillery and missile fire and why no one seems to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Russian failures in the so-called special military operation 不过 低估乌军战力的莫斯科 对战争的态度 出现明显改变 先前克林姆林宫 尽量让国民远离战争 避免影响民众生活 但2022年9月 普丁下达部分动员令 显示战争将会延长 普丁2023新年演说 更是打破传统 选择在军事基地 在士兵围绕的背景下 告诉国民 这个特别军事行动 是为重建俄罗斯的 完全主权 是为对抗利用乌克兰 分裂俄罗斯的西方势力 普丁现把军事行动 直接呈现在民众面前 就是要宣告这场战役 还没那么快结束 也将需要全民的支持和牺牲 2023年战争要终结 看来遥遥无极 花费近一年入侵的俄罗斯 没有空手而回这个选项 普丁使用的武器 增加的动员兵力 都是准备打一场长期战争 俄罗斯的军事目标 就是要乌克兰放弃 已被剪柄的克里米亚 顿巴斯 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 至于乌克兰近1500万人 流离失所 以为这场战争付出太大代价 加上乌军攻势正处上风 更不可能向俄罗斯投降 乌克兰民调机构 2022年11月进行的调查显示 85%的乌克兰受访者认为 胜战就是要收复所有食谱 包括克里米亚和顿巴斯地区 战争与和平哪一个是正义的界限 目前欧洲双方都认为战胜才是正义 但人类的战争多由疯狂者决定 超乎预期 如果这场战争打上十年 乌克兰将成一片焦土 普京将失去他的地位 他的政府可能已先瓦解 欧洲也恐将陷入长期衰退 影响扩散全球 遥远的乌克兰并不遥远 不停被人换了 我会想到你 不停的 因为我们在做什么 我会想到你 跟我们在那里 操作的地位 我会想到你